哈喽我是阿臭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阿臭还是新手的时候 在人物里面讲妖除魔 感觉到非常痛苦 在这里我挑选了一些 在初期经常遇到的妖怪 来分享阿臭的讲妖心得 小骷髅是非常怕踢一击的 砍完之后一脚踢下去 除了小骷髅之外 连大骷髅也不例外的 首先离开他的攻击 然后再不要踢一脚 再踢第二脚他的经历级就没了 不要注意大骷髅的攻击 都是强攻击 不要防御避开他的攻击 然后经常把你推倒的 副翅狼 首先相断的长臂攻击 不要用中断因为会 赶不中他的宽城杀断了解他 妖鬼来咯 宽城杀断 一刀把他的脚砍下来 宽城杀断追击 不断砍他 等他咆哨把精力级丢起来 残星 走开 等他打完 走过去 在新手大船里面 拉出我了 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 忘了捅他一刀 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遇到离场怪的时候 我们可以和平解决的 我们先检查旁边的尸体 你会看见 因为红色的 还有黄色的态度 给压死了 然后我们走过去 按option 选择蓝色的态度 那他就会跟你说一声 Goodbye咯 担心你的态度错了两次的话 或者你不小心碰到了他 哎呀 太血了大哥 不用锁定目标哦 追着他的手来砍 因为你锁定目标 走到中间砍他的话 他的手很长的 一不小心他就会把你压死多 如果你离他距离太远的话 他会把石头丢过来的 再会去躺他的手 你可能会问我 阿臭 他的飞面没有东西吗 这位观众 你好聪明哦 只要有路可以走在他背后 把他的周符 撕上来 让你看见可爱的小大眼 不要心太软 伤他的眼睛戳下去 尽快要把他搞定哦 不然他会变成大眼睛的 虽然他有大眼睛 但是他的眼界真的很差 不过打拳的范围挺远的 一般他都会打两到三拳 我们直接挡下来 然后他想抱着我们 走开 走着他的背后 赶他 咦 他发现我们哦 让他跳起来 往着他的背后 赶他 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自己踏上来 赶他的眼睛 趁着这个势力 都赶他起来 有人太要 经常把他的弱点 藏在他的背后 先保持距离 等他 喷火的一瞬间 闻到他的背后 赶他的眼睛 维持着这个节奏 很快就可以搞定他咯 到底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真的那一个 颜色会比较浅 还会反光的 如果你不想走过去的话 拿一颗配乐单 丢他 他的攻击速度很慢 只要小心的避开他的攻击 多一点走着他的背后砍他 小心他的回头砍 很快就可以把他干掉咯 还笑 听一听 等一等 其实你跟着他 就一样的动作 他就会很开心的离开 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到 纪念 还有装备 打小果冻 只要硬砍他 是很难打的 只要等他打过来的时候 避开 他会露出弱点 砍下去 这时候轻松很多咯 不要给他的大蛇头杀到你 我们只要 打开就好咯 他突然往后退 小心避开 让他跑过来亏拳 避开 砍他两刀 小心 打开 当我们打控他的经济局 幻成杀断 疯狂砍他 注意积极的经济局 走开 当他过脚的时候 他就会忽悟经历咯 打这一击乌鸦 我们要拉近距离 然后小心他的全脚 因为他的距离很远的 不过 还是要走近一点 一抓 二踢 走在他的背后 这里呢 要非常小心他的全脚 他挥下去的时候 是大约180度的 所以我们在他的背后手里 尽量接近他推动的那一击手 小心 避开 他突然冲过来 打开 再来 一抓 二踢 走在他背后 接近他的右手 然后砍他 小心他的回旋踢 呃 吃一口 先要 避开 时间不够 即可砍他一刀 因为回旋踢的范围没有很远 可以一边防御 一边往后退 当你熟悉他的攻击距离 那你就很容易刚刚好打不到你 如果你穿中凯的话 你可以直接打下来 走在他的背后 砍他两刀 一边防御 一边走开 最后就可以把他 将杀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跟我讲 可以在下方留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